今天再來看針對這回解放軍的軍演 這個國民黨的總統參選 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他有特別說 這些是無助於兩岸的發展的 兩岸之間希望還是能夠重啟對話交流 跟降低衝突 那美方呢 則是維持一貫的態度 國務院說 呼籲北京停止對台的軍事外交跟經濟的施壓 接下來我想問一下亮哥 這一回其實賴清德到這個 美國過境的時候 他行程是蠻低調的 但是呢現在學者一致的分析是 中國大陸進行的文攻武後 還有這個軍演等等 其實本身並不是針對賴清德 在美國接受的待遇或活動 其實本身就是針對 對於賴清德的不信任 應該說是 有人說是 針對賴清德接受彭博專訪 他講的那個論述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理解 為對這個人的不信任 就看出說 因為你的心裡話就是台獨 不管你說了一堆啦 說這個我沒有什麼路徑啦 沒有框架啦 可是你那個論述的方式 就是台獨的思維啦 其實我覺得這裡面有幾個點啦 事實上 因為有人就問他說 他還緊張的根源是什麼 然後他就立刻 因為前後文他指出兩次 他說都是中國造成的 那意思就是蔡英文 執政七年都沒有責任 那這個跟很多人的理解差很遠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蔡英文一執政就 放棄了九二共識嘛 那兩岸就沒有 這個沒有交流的基礎了嘛 那接下來你再去看吳釗燮 你再去看邱垂鎮 看有多少民進黨的立委 對中國大陸講話那個態度 就是反中的言論太多了啦 更不要講1450啦 那實在太多了 所以兩岸的氛圍 基本上就是逢中必反 這個調子實在是太明顯了嘛 所以他竟然認為他沒有責任 那沒有責任 當然人家就會理解說 你當選大概也不會有任何作為嘛 因為你如果認為說 兩方都要有責任 因為一般人講話會這樣講 說兩方都有要反省檢討的地方 那人家就會期待說 那你大概會做什麼修正啊 做調整啊 那看起來還是沒有要調整啊 他不只沒有要調整 而且人家就後面講說 那他不是問他嗎 說如果你跟習近平吃飯 你要介紹他什麼台灣料理 然後他說我沒有想耶 對啊 他沒有想表示他根本 認為他根本不可能見到他嘛 所以你講這個是要幹嘛 那不是要作秀嗎 然後還有後面 你看他在講那個論調 他就講到 說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什麼避戰的方法 他講了半天就是 我們自己要備戰 那如果萬一發生了那件事 那件事就是他愛戰爭啊 他說他相信國際社會會站到我們這一邊 美國跟日本一定會適當的表態 他只敢講到這裡啦 因為他也不能夠說每日要出兵啊 可是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人家是在說當總統要有魔球和平的做法嗎 他沒有辦法回答啊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他知道他做不到兩岸的對話交流嘛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答 他只好告訴你 如何避戰 你要備戰 那萬一不幸發生戰爭 那每日會做出適當的回應 那你覺得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領導人該講的話嗎 所以你看那個整個邏輯這樣下來 那個邏輯就很清楚了嘛 第一個兩岸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去年經濟學人說台灣是地球最危險的地方 跟我無關啊 都是中國大陸造成的 那第二個是 要怎麼避戰 我要備戰啊 所以他就拼命買武器啊 大家要當兵要當到一年啊 那萬一真的不幸發生戰爭怎麼辦 那國際社會會站到我這一邊 所以你這樣還有什麼好期待呢 就你當選了那大陸人期待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 大陸當然對他這樣的一個論述 因為坦白說那個是一個 我認為彭博那個主編是有準備的啦 那人家是給你很好的機會來說明 而且你要請習近平吃飯 他問了兩次耶 結果他的回答是這樣 說我想不出要請他吃什麼台灣料理 他問了兩次這樣回答 然後講了兩次 台海緊張的根源 他說都是中國大陸的責任 那我對你還能有什麼期待呢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 這個中國大陸其實對賴清德是不期待的 因為呢也有人把這一回這個中央台辦 針對了蔡英文之前訪問美國 還有這一回賴清德訪問美國 所發的聲明哦做了一下對照 幫大家講一下哦 痴習之前針對蔡英文 有人說這個批判當中是帶有一點點 小以大意的味道 而且是以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頭銜 來稱呼蔡英文 但是呢在回應賴清德的時候不一樣 直呼他的名諱是沒有任何頭銜的 而且通篇呢沒有出現中國人中華民族 等等的字眼 然後最後就是剛剛告訴過大家 直接重炮抨擊他是不折不扣的台獨工作者 還是徹頭徹尾的麻煩製造者哦 另外我們來看到最近在微博上 最為熱搜的hashtag就是台灣當歸哦 到底什麼是台灣當歸 好 主要就是中國的官媒人民日報19號深夜 在微博的時候發表一篇文章 把台灣呢化成了一個當歸片 好 在這邊有一張圖哦 並且說祖國必須統一 結果立刻讓這個hashtag台灣當歸 瞬間衝上微博熱搜第一名啊 問一下董哥你怎麼看 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幾年的台海 所謂的兵凶戰危 其實中國大陸他有非常多的鷹派 他有時候執政了 他也要對他們那些人交代 那當然過去在國民黨執政時候 這些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那你如果說 像我們這邊媒體就很喜歡 說那些小粉紅崩潰啦 怎麼樣我們很喜歡用這樣的字 那當然兩邊都會有這樣的人啊 那中國大陸因為他這些連來 他其實很能夠感受 就是因為台灣好像 換了一個台獨政黨在執政 可是我們大陸還是炎炎釋出了很多 浪力啦或者善意 那他們還是照樣收起 你一邊拿又要一邊罵 那我覺得說現在很多東西就按捺不住了 譬如說最近討論最多的 X話後被停啊對不對 然後對哪一些東西他要做一個壁壘的 貿易壁壘的調查這些 那這些其實對我們來講 這個就是台灣經濟命脈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是會有影響的 那我們常在講說 那你要跟台灣內部要有怎麼樣的處理 問題大陸自己也有內部的問題要處理啊 所以我們要真正的大家要猛心質問 就是說過去馬上有執政8年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討論這些問題通通不會發生 不會有軍事的不會有經濟的那些不友善不會 甚至我們上上禮拜大家都還在討論 觀光到底要不要開放 為什麼全世界開放173個國家裡面 連台灣都沒有 這些其實都影響我們的經濟啊 那也影響非常多的行業 旅遊業 觀光業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這些問題其實在馬政府時代 他是打下很好的基礎 他一直在進展嘛 比如說兩岸的飛機來往 最高一週八百多架 你可以看到那種活肉的情況 大家就沒有什麼仇恨 所以其實政治最終 你要用這個來獲得選戰 認為對你有利的話 其實對將來的台灣人民不好 那是非常明顯的啦 那如果照賴清德手講了 什麼都要國際會支持 我們會怎麼樣 是啊 國際也支持烏克蘭啊 那烏克蘭現在怎麼樣 他們支持烏克蘭比較容易啊 為什麼容易 因為烏克蘭的大陸是連著波蘭 這邊所有歐洲的國家可以武器 用火車用什麼都載過去 對不對 那台灣是個海島 你真的出了問題 全世界即使有很多國家想幫 你是幫不了 他進不來啊 你被包圍的水桿開船進來 水桿開飛機進來 他跟那個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俄物戰爭裡面 烏克蘭 他在西邊的這地方 大家好像也沒什麼事情 東邊那是打得非常厲害 那很多人就跑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國的元首 進入烏克蘭要從什麼 要從西邊 然後到波蘭那邊坐火車 包括對不對 包括所有這些元首 大家看到的情況就這樣 那他火車還可以進去 表示他這邊和真正的氣氛 或者實際情況 是比較沒有關係的 那這些武器以後 什麼資源可以進來 在台灣是沒有資源的 所以賴靖德講這個 他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他甚至很多東西 是信口開合對不對 彭博問他說 你要跟西邊之外 要推薦什麼菜 問兩次問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在台灣接受媒體訪問 你要先問媒體要問你什麼 你就可以 幕僚就可以幫你準備 你可能是可以講得很俏皮 講得很俏皮 可是彭博沒有讓你準備 因為他是美國 你不敢提出這個要求的話 所以你要問什麼 你先告訴我 沒有嘛 那我們在台灣當記者 常被要求說 你今天必須把問題題庫先給我 我才接受你的訪問 我從來不幹這種事情 我跟記者幹了這麼久 我從來不幹 誰要跟我那個 我不妨問你 那我等於說是跟你的 整個幕僚團隊在那個嘛 我當然要問一些 你可以在你腦袋裡面 你可以馬上想出了一個方式 而不是讓你去做很多 事前的作業 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那我覺得說賴清德 等於說突然被問 他講不出來 那彭博記者是很有興趣 再問你還是講不出來 那表示其實你腦袋空空啦 因為他唯一的主張就是 或者他過去從政的利益 就是他在一個很深厉的地方 掀起 然後喊台獨 他當選 他覺得洋洋自得 靠這一招就可以行走天下 但不是嘛 台灣人民的安全 對不對 台灣的經濟 國家安全人民有錢 你現在做到什麼 你通通做不到 那你要把它回想 就是馬政府過去做得到 而且他一直擴大 擴大台灣的利益 兩岸沒有兵凶戰危 而且很而晚 中國大陸曾經跟馬航九提出來 要求說以後就不要有海峽中線 馬航九季節 馬航九季節 為什麼季節 馬航九說我們自己的空軍也在訓練 海峽中線要是讓你過來 到時候不小心就會插槍走後 不小心撞到 不小心幹嘛就讓 絕對不行 然後這是我們的底線 就是這個你不能越擂直一步 所以也不是民進黨所宣傳的 誰在賣台誰怎麼樣 今天民進黨執政 台海兵凶戰危 經濟受影響 這是一個事實 過去馬政府時代不會發生啊 那你現在民進黨 有一些東西好像感覺不錯 你還在用馬航九時代 創出來的這些經濟利益 你在這邊吞食 然後你一邊還要罵別人賣台 這是沒有道理的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變成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額外的沾 訪生菌 問請 ρί石 河 policymakers 請 粉鈴 平衡 佩合